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七章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日 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 和你用银子买的 都必须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从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海说 你的妻子撒来 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亚伯拉海就俯伏在地 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海对神说 但愿以失马力活在你面前 不然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至于以失马力 我也应与你 我必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极其繁多 他必胜十二个族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伯 到明年这时间 撒拉必给你生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 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 给他的儿子以失马力 和家里的一切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买的 都行了割礼 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 年九十九岁 他儿子以失马力 受割礼的时候 年十三岁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失马力 一同受了割礼 家里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